坐标平面上已经知道A点的坐标是-13,B点的坐标是04 如果P点是在X轴上,而且PA的距离会等于PB的距离,是求P点的坐标为多少? P点在X轴上,所以我们知道在X轴上的点会有一个共通性,它的Y坐标会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,我们的P点的坐标呢,就是X0 好,我们假设P点的坐标是X0 好,接着题目告诉我们,PA等于PB 好,因为PA等于PB 所以我们就可以带距离公式 好,PA的距离呢,就是根号 好,括号呢,X坐标相减,所以X减掉-1 加上Y坐标的0减掉3,所以是-3的平方 好,那PB呢,我们一样也是用根号 X坐标相减,X减0,所以X的平方 加上Y坐标相减,0减掉4的平方,所以是-4的平方 好,接着两边都有根号,所以我们把它平方 平方之后呢,根号就去掉了 好,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展开 X平方加2X加1 然后这边呢,-3的平方就是9 好,会等于这边X平方加上16 我们把两边的X平方约分之后 我们再把剩下的数字做整理 2X加10 等于16 我们把10移上过去 2X等于6 所以X就会等于3 那我们就知道了,P点的坐标就是30 5X 1 5X